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19章 创世纪的第19章总共有38节 在这一章当中就记载了神对道德堕落的 那个迦南的两座城 其实不仅仅两座 还有另外的平原的城所施行的这个审判 那实际上呢在14章当中讲到迦南地的五个王 他们所占据的五个城 只有索尔后来因罗德在那里躲避而剩下来 其他平原的诸城都一一被神所毁灭了 那么在这个神的毁灭迦南罪恶城市的这个做法当中 记载里头 是让我们看见在洪水之后 神像世人所显示出来的一个大的审判性的这个作为 那么有的弟兄姐妹就问了 说神在大洪水之后就没有用洪水来审判世界了 是不是我们说神没有再用洪水作为普世性的来审判世界了 但是神却借着审判索多玛阿玛拉和周边的城市的这种做法 告诫我们在未来末世到来的时候 那么呢神也同样要用火的形式来审判末后世代的罪恶 那在这一章当中呢 你特别可以看得出 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 两个人在经历上的生命地位上的对比 比如说我们看见 罗德呢他只有啊 短暂的目光 他没有高瞻远瞩的意向 他没有活在使命感中 他没有属灵的看见 可是亚伯拉罕呢他的一生自从他蒙昭开始 他就有使命感 有托付 有属灵的看见 虽然一开始他的看见 是模糊不清的 但是随着他与神关系的增进 就越来越清晰 那么他就始终过着有见证的这个帐篷的生活 他盼望着天上永存的房屋 那从两个人所生活的这个区域地界来看呢 也是强大的一个对比 当你看到西伯伦的时候 我们从前讲过 他乃是处在高地之上 不可能更高了 是在约旦和西亚最高的一个地方 在13章 还有呢 19章 特别是19章的27节 都向我们反映了 亚伯兰 亚伯拉罕所住的西伯伦高地 他的位置 那这个高地呢就显明了 亚伯兰呢 与天上的神有美好的交通和来往 但是相反呢 索多玛 俄摩拉和其他罪恶的都市呢 却有着世界的丰富 是在约旦河那个 成圆圈状的 那个平原 那边呢 在在居住 那么呢 罗德在索多玛 这个罪恶的城市当中在居住 他有着世界的丰富 但是却完全呢 没有安全感 他触目所看见的 就是罪恶和世界的腐败 那我们在这里啊 我们就来把整个的第十九章分一下段 呃 我们第一段的分的长一点 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 来看一看呢 天使怎样营救罗德 还有他的一家 那另外呢 就是第二个段落呢 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那索多玛 俄马拉呢 呃 就相聚的 呃 都被神呐 毁灭了 那么就在一家逃跑的时候 我们看见 呃 罗德的家里面呢 经历了什么 特别是 罗德的妻子 经历了什么 让我们看到呢 索多玛的毁灭 然后人 所得到的教训 那第三个段落呢 就是二十七节到 二十九节 呃 这短短的三节呢 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镜头突然来了一个切换 告诉我们 亚伯拉汉的 当时 呃 从 高地之上 从高原之上啊 来观看 索多玛 俄马拉被审判的 那个情景 那第四个段落呢 就是三十节到三十八节 让我们看见了 罗德连同他两个女儿 呃 在 逃避了 躲开了 索多玛的大审判之后 啊 他们三人 究竟是 怎么个状况 我们说 那个状况 是极其羞耻 极其羞辱 极其没有见证 极其罪恶的 一种状况 那先让我们 来看一下 第一段啊 就是一节 到底二十三节 那在这里呢 首先就让我们看见了 天使 呃 探访索多玛城 那为什么天使 会到 索多玛城 去 呃 巡视呢 就是 在第十八章中 耶和华神 曾经 呃 跟亚伯拉恩说 他要到 索多玛城呢 俄马拉城呢 去看一看 要去巡查 看当地居民的罪 究竟是到了 怎样的地步了 那么其次呢 其实是为了呀 要悦纳亚伯拉罕的祷告 其实天使真正去的目的 由于神是全知的 其实神在天上 不派天使下去 那么呢 神也知道 索多玛 阿玛拉和周围的城市啊 已经处在 可以天诛地灭的 这样的地步了 但是我们看见 天使依然到这里来看 其实关键 主要是要为了 来拯救罗德 还有他的一家 那我们看见 当天使 到达索多玛城的时候 那罗德正在做什么呢 当时罗德呀 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 那按照古代的 这个传统呢 古代的城门口 就像今天呢 好多城市的 那个中心广场一样 只不过呢 古代一个城市的 中心的地带呢 他就不是在 通常不是在城市的正中央 而是在城门那个区域 那么往往呢 在城门口呢 会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呢 或官员 他们会出入 然后呢 在那个地方通常啊 会有民众的集会 然后会有民事的案件的审断 那么在圣经当中呢 有的时候就可以显出这方面的内容来 比如说在生命纪的十六章十八节 还有二十一章第十九节 还有约束亚纪的第二十章四节 那另外呢 如果你参考路德纪 路德纪的第四章 波阿斯呢 就是跟 纳奥米加的 一个致敬的亲属 来谈定 由波阿斯 来取路德 然后也帮纳奥米加呢 赎回 失去的产业 都是在城门口 来完成的 在四章啊 第十一节 那还有呢 真言书三十一章啊 二十三节 也特别 是一节很好的经文 姐妹们会特别的 喜欢三十一章啊 真言书三十一章二十三节的话 大家可以去读一读 看看圣经怎么说 那 为什么在当时呢 罗德是在 城门口呢 有的解经家就在告诉我们说 他可能啊 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已经在索德玛城呢 谋得了一个小官员的职务 那 有的解经家就讲啊 这个原因可能是跟呢 十四章 亚伯兰 把他 从 四王的手中给抢回来 然后呢 并且亚伯兰呢 因为他不想拿 索德玛王的一针一线 所以呢 很多的财务啊 人口啊 都归还给索德玛王 那么因此呢 索德玛王呢 就对罗德呀 有一番小小的 这样的使用 谈不上重用 但是呢 我们看见呢 罗德却很把呀 一个资马大的小官呢 当回事 那么呢 他也挺忠心的 挺乐于的 在他的那个职务上呢 来 来行使功能 行使职权 那么他就在城门口那里呢 来办他的事 来做他的工作 那圣经里呢 其实 如果你要是在 西约当中 看到呢 圣经里面呢 提到 罗德 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七节 那么也提到呢 其实罗德 还是有一些 是非心 有侧隐之心 有是非之心 有黑白之分 但是呢 罗德却没有力量 能够主持公义 主持公道 他虽然 能对黑暗 罪恶的事情 有所辨别 并且为索德玛城当中 天天发生的罪恶 而忧伤 可是呢 他却是一个失败的 没有力量的 得胜的 没有见证的 这样一个义人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呢 其实罗德呢 他的整个的家庭 他的妻子 他的女儿们 包括女儿们 即将代嫁的 未来的准女婿们 其实都深深的受到 索诺玛 俄马拉 生活方式和文化的 同化 那剩下罗德呢 还些微的 有一些是非观念 黑白屈指度观念 但是呢 在索德玛 俄马拉 这样罪恶的城市里面 他的这些是非观念呢 黑白观念呢 没有丝毫的用处 那我们呢 在第一节以后呢 我们就看见呢 当罗德看见天使的时候 我们毕竟可以承认和肯定说 罗德是一个跟过亚伯兰的人 所以呢 在罗德的生命当中呢 也本能的从生命的直觉当中呢 知道能够认识天使 那这是非常不同的一个经验 那为什么罗德能认识呢 我们相信这里面有神的恩典在里头 那也 也包括 可以肯定 罗德的生命呢 还是 有一部分质量的 虽然这个质量的程度啊 不怎么太高 那 他认识天使 那么呢 也欢迎 热情的邀请天使呢 到他家 但是我们却看见呢 其实天使故意的 用冷淡的方式 写明自己说 他们呢 要在街上过夜 那么呢 其实有些经家就告诉我们说 这是故意啊 来考验 罗德的热忱 可是后来呢 因着罗德非常 迫切 请求天使到他家 那么呢 天使呢 就碍于亚伯兰 的情面呢 才去到他们家 那 关于呢 天使 在罗德家 被招待的情况呢 呃 观察的 呃 结论呢 呃 是不不一致的 有的 解经的 呃 看法认为 罗德呢 非常的热情 呃 热情款待 然后呢 又预备无脚饼 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呢 如果把罗德的 呃 他的生活条件 跟亚伯拉罕的生活条件 比起来 呃 其实按照 创世纪第13章 当罗德 带着大批的 呃 用人 仆人 加上 牲扣财物 到达 索多玛 那其实呢 他的生活条件 一点都不亚于 住在高地 高原上的亚伯拉罕 但是呢 亚伯拉罕呢 在上一章中 我们看到他又杀肥牛犊 又预备 呃 22公升的这样的 呃 这样的 细面 所做的饼 我们说那是 天使啊 连同神 根本吃不完的 是招待王的这样的一个 分量和规格 但是我们却看见呢 如果这样一对比起 呃 罗德呢 罗德的招待呢 就显得 呃 平常很多 因为他只预备了 这五角饼 那天使呢 也就吃了 所以有的人认为 罗德招待天使呢 他的热忱的程度 就不如亚伯拉罕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神并不 呃 特别的纠察 或者是在意 我们看到呢 呃 罗德对天使的接待 对他家呢 其实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紧接着我们 我们就看见 由于罗德招待天使 所以呢 呃 使得他 能够呢 呃 免于啊 索德玛人的 呃 这个 那个恶行 我 我们看见呢 就是在 紧接着下一幕 在四节到九节那里 就 圣经就非常活化的 像我们描述了 当时索德玛的 居民 他们的严乱 还有呢 呃 可证的程度 难怪神呢 要用硫磺火 来毁灭 索德玛阿玛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四节到九节那里面 当提到神的毁灭的时候 呃 那个毁灭的原由的时候 我们就来 看一看啊 在当地的居民 他们 是怎样 得罪神的 呃 怎样 呃 让神的怒气啊 临到 这样罪恶的都市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见了 特别在第十六节那里呢 就提到 天使呢 要把罗德七七家人呢 是安置在索德玛城之外 然后呢 就命令他们说呀 要往山上逃跑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圣经当中呢 山始终有着特别的意思 山呢 在第十四章 是索德玛王他们 所逃跑的地方 才躲避了四王的追击 那山呢 在十三章当中呢 是索 呃 是 呃 罗德去索德玛的时候 而亚伯拉罕 他就带着全家呢 呃 到高原和山上 那在诗篇一把二十一篇呢 又提到山的重要性 那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所以呢 呃 天使呢 就告诉啊 罗德呢 要往 呃 他们一家呢 往山上逃跑 可是啊 我们去看见 罗德当时啊 有的人就分析说 由于他过度过惯了平原的生活呀 他连爬山往山上跑的这样的 那个紧迫感 或者这样的 呃 攀爬的能力呀 都欠缺 他就提到说呀 我不能逃到山上去 然后紧接着的他就哀求要逃到啊 离索德玛城不远处的 又小又近的一个小城 其实那个小城呢 就叫做索尔 索尔的意思呢 就是小城的意思 结果呢 天使很无奈 天使说好吧 那我就答应你 那于是呢 在这里呢 神就许可呀 呃 罗德呢 带着妻子 女儿们呢 就往啊 呃 索尔那个城呢 来逃跑 那我们呢 在这里呢 呃 看到天使说 告诉罗德的乃士啊 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去 哎 因为呢 你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呢 我不能做什么 所以呢 呃 看到神呢 非常的眷顾罗德一家 当他们还没逃到索尔城呢 神就不施行审判 所以正当罗德到了索尔这座小城 那么日头就出来了 那么当日头一出来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第二段落呀 就是索尔玛 俄摩拉 还有周围 呃 平原的城市啊 就遭受到 呃 毁灭了 我们看到呢 这里面呢 当太阳一出来 神就立刻用硫磺与火呀 毁灭索尔玛 俄摩拉 和平原的城市 那么在圣经里啊 我要告诉你们啊 圣经当中当提到那个平原的时候呢 是指着啊 呃 环 呃 死海 周边的 那个呃 越弹河的那个平原的 呃 这个呃 平原谷 所以它是啊 一个圆圈状的 所以每当提到平原的时候呢 都提到是圆圈 哦 是事实上呢 就是指着在那个呃 死海的边上 由于湖是圆的 所以呢 那个平原呢 都呈圆圈状 我刚刚从青海湖回来 青海湖旁边呢 就有着大片大片的平原 还有草垫 那么都是 都是圆圈状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看见了神毁灭的方式 非常特殊 24节 25节 当提到 伟大的上帝 降在索德玛厄玛拉 呃 城市的那个 硫磺与火的时候 解经家就告诉我们呢 实际上这个硫磺和火呀 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天上降下来的火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啊 呃 在十七坑 大家知道在 十四章第十节 呃 当四王和五王打仗的时候呢 在呃 死海的周边 有很多呀 那种那个 冒着磊青 呃 出石油的 一些天然的石油坑 在当时呢 都可能 有火喷发出来 那么尤其呢 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火呢 最为厉害 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看见了 呃 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幕啊 出现了 这可怕的一幕是什么呢 这可怕的一幕 那就是啊 呃 罗德的妻子呢 违背了 在第十七节那里面的话 在十七节 当呃 天使领罗德 他们一家出来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说 逃命吧 然后呢 但注意 不要往回看 在圣经当中 原文当提到那个看呢 并不是指着 好奇的 那么 那么 呃 撇一眼 那么那个 那么 呃 那么 看一眼 这个看呢 乃是指着啊 那种 认真的注视 他不是 无意的一撇 无意的看见 结果就在认真注视的一瞬间 那么呢 他就变成了一根呢 呃 苦涩的 一颗炎柱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为什么 罗德的妻子会变成炎柱呢 有些解经家 他们有解释说 说啊 这一方面 这是神迹性的 那种刑罚的结果 但另外有一种认为呢 就是当罗德的妻子回头看的时候呢 就被熊熊燃烧的硫磺 啊 还有呢 呃 那种石漆 呃 就是那种 那种那个石油和沥青的原浆 顺时间就给铺住 就给裹住 然后呢 窒息而死 而且很快的那种凝固 成为那种石柱状 那其实呢 呃 在呃 公元后啊 就当时呢 呃 老约翰还没有写启示录的时候 就在意大利啊 在罗马 罗马的南部 有一个被火山 喷发所毁掉的这个城市叫庞培 他就可以一定程度上的说明这一点 那就是当火山呢 在喷发的一瞬间 他的火山灰 形成那种巨大的爆炸 然后呢 呃 可以呃 将那种岩浆啊 还有灰沙呀 灰尘呢 都是高热度的 可以那个投射到非常远的这样的距离 呃 所以呢 从前当我们一听到庞培古城被毁掉 我们通常都会说 哦 难道来不及 逃跑吗 呃 相隔的地方当2007年呢 我跟师母有趣 哎 我们就看那 维树维火山离庞培城 有很远呢 难道来不及跑吗 我 但是历史证明 经验证明 就是来不及跑 那么呢 一瞬间 当发生爆炸的一瞬间 火山的岩浆 还有呢 火山灰 瞬时间 就吞灭覆盖了整个庞培城 那罗德的妻子呢 就是由于他回头一看 那么当他回头看的时候 就显出了他不顺服神的 这个顽梗的天性 为什么他会回头看 因为他迷恋 索德玛 俄摩拉 这样罪恶的都市 我们就相信 说不定在罗德的妻子的心中 他一直在那里 可惜着 惋惜着 因为在城市自己 美好的豪宅中 家里面还有很多的 呃 很多的器皿 很多的家具 很多的宝贝 很多 想带走 却来不及带走的 一些重要的东西 那么他的看 不是一撇 或者只是惊讶的 这么这么 这么 一眼而已 乃是 很认真的要注视 索德玛 俄摩拉 他所生活过的地方 那么于是呢 神的审判 瞬时间 就来到了 所以我们说啊 这何等的可怕 当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这样的例子 我们就说呢 我们千万千万呢 要注意圣经当中的经文教训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二节里面就说 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一个教训 说啊 手扶着离 向后看的 就不配啊 进神的国 所以呢 我们要牢记圣经当中的教训 罗德的妻子 他说经历到的 虽然呢 在人类历史上 没有再发生过第二例了 但是呢 他很好地能说明 一个一个见解 一个教训 那就是贪恋世界 回头看 是多么的危险 那紧接着呢 第三个段落呢 就是十九章的二十七呀 到二十九节 这三节 我们看到圣经的描述呢 特别的稀奇 圣经当描述 苏多玛俄马拉城啊 被天上的火 还有地上的十七坑 所喷射出来的火呢 所毁灭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这种毁灭 就像神用洪水来毁灭世界一样的毁灭 只不过它是小区域的 那正当神毁灭的时候呢 在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呢 镜头就来个切换 还有点像啊 拍电影一样 它就不再反映平原上的城市啊 遭受毁灭的情况 而是啊 描绘在高原上的情况 在高原上呢 那个时间正是啊 亚伯拉罕呢 清早起来 然后呢 他就 到在高地上 而且呢 他特别去到哪个地方呢 就是啊 在十八章里面 他在头一天呢 曾经啊 送过神走 跟神最后面对面 然后呢 跟神有六次来要求说 哎 如果城中有五十个亿人 你毁灭城吗 一直讲到 城中如果有十个亿人 你还毁灭城吗 就是跟神 讨价还价 那个 Buggan的这个地方 英文把这个动作呢 叫Buggan 就是跟神呢 来讨要 看神呢 的慈爱 许不许可 说 如果城中有多少亿人 神就因此啊 不降灾 在平原的城市 就在那个地方 亚伯拉罕呢 又去了 结果当时 他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所看到的 是一个毁灭性的 那个场景 为什么呢 圣经当中就形容啊 就从 所得马俄马拉 那个平原的那个全地 当他向那边观看的时候 就那个地方啊 是烟气上腾啊 如同烧窑一般 大家知道 烟气啊 都是从下往上冒的 当在夏天 温度特别高的时候 有的时候 当我们走到 走进 我们要开的车子 哎呀 我们就看见 在车子的 那个顶上啊 就有那种 能够看得见的 那种热气啊 那种热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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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的那种热浪 不断的往上挣腾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可以想象 那在古代的时候呢 索得马俄马拉 和平原的城 那个城市啊 当被烧的时候 就不仅仅是透明的热浪了 而是 那种污浊的烟气 如同烧 窑一般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当中 当提到啊 烧窑的时候 当我们以后读到 像那个 耶利米书 我们就知道 神就是 窑将 人乃是泥土 所以当 人在神的面前呢 呃 神乃是有着绝对的主权 要 将人怎么样的来对待 所以呢 神可以造 那贵重的器皿 同样呢 神可以打破 那卑劣的器皿 那么在这里呢 神如同 骚摇一般的 这样的一个 呃 一个摇护 那么他呢 就对索德玛 俄马拉 还有平原的城市的罪恶呢 行审判的权利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有任何的 心态和情绪上的反应 但是我们相信 亚伯拉罕呢 此时 他的灵是安息的 因为他知道 伟大的 那个行神迹的主 行审判的主 尽都公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接着 呃 来看呢 在 创世纪第十九章 那最后一段 就是第三十节到第三十八节 我们刚才提到呢 就是 亚伯拉罕呢 在索德玛格摩拉 遭受到天火的 这样毁灭的时候 他就站在 呃 之前呢 跟神面对面 所站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 就看到啊 平原的城市呢 已经遭受的毁灭了 那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是非常清楚的 他跟神讲啊 城中呢 假如有十个一人 神都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是知道的 审判全地的主啊 乃是公义的 亚伯拉罕知道 那平原上的城市呢 连十个艺人都没有 事实上啊 也真的证明 只有罗德一个人呢 才算得上神眼中的艺人 虽然这个艺人呢 非常的软弱 缺乏见证 那三十节到三十八节呢 就告诉我们了 罗德还有呢 两个女儿 躲避了 逃避了 那个大毁灭之后的 这个光景 我们看到啊 在三十节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见了 罗德呢 非常的奇怪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呀 因为他怕住在 那个 索尔 然后就想 就想同他的两个女儿呢 从索尔啊 上去住在山里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为什么 那个 罗德呀 明明要求 要到索尔去 结果呢 又 想从索尔离开 要到山里去呢 那么弟兄姐妹 很多解禁家猜测这个原因 大家都共同得出一个答案 就是说 罗德很可能是担心了 由于 硫磺火呀 会殃及到索尔这个又小 然后离索多玛又近的 这个城市 因此罗德感觉到极端的不安全 感觉到 住在城市里呀 住在小城里 简直就像噩梦 那于是呢 明明神起初让他 到山上 他闹着要在索尔 天使许可他住在索尔了 他现在呢 又闹着 要到山上去 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教训 那就是一个失去神同在的人 那么呢 就是他会就会失去啊 内心的平安 走到哪之后呢 都会像惊弓之鸟一样 惶惶不安 惶惶不可终日 那当两个女儿 就跟着罗德啊 就到了山上去了 那古人呢 可以看得出啊 那个生活和居住的条件 就非常的有限 他们就住在山洞里 当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呢 一个羞耻的事情啊 就发生在 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之间了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的描述中 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罗德的两个女儿 虽然还是向他爸爸 所形容给索德玛城的人 听的 两个女儿啊 在索德玛那个大染缸里面呢 还仍旧是同女生 还是处女生 但是呢 索德玛人的那个罪恶啊 已经在 两个女孩子的 生命和心灵当中呢 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而且呢 已经彻底的影响了 两个女儿的那种针钞观 还有价值观念 我们看到呢 当那个 整个的那个山洞里 剩下的母女三人呢 当在那里相依为命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这两个女儿呢 没有向神求救 没有向神呼喊 没有向神祷告 反而呢 他们就想用了 效法那种 索德玛人的罪恶的方式 用人类啊 最原始的 违背伦理道德的手段呢 来为自己的家呢 存留后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女儿就彼此说呀 大女儿就对小女儿说 说我们的父亲老了 然后呢 在地上呢 也就是在平原 又没有人爱 按地上的常规呢 进到我们这里 其实呢 圣经的原文呢 并不是指着说 没有人按着常规 到我们的山洞来探访我们 跟我们交往 使我们可以结婚 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 进到我们这里 在西班牙文的原文的意思 是指着 无人按世上的常规 与我们来 就是那个 我都不好讲了 就是产生下一代 因为我在语言当中 必须得把它变得 不要那么直接 也就是 世上呢 没有人会来 然后呢 会跟我们 结合 然后呢 胜出下一代 那于是呢 这里面 两个女儿就 出主意了 说我们可以让父亲喝酒 然后与他同情 然后这样呢 就可以从他留后 那紧接着 那非常耻辱 羞耻 令人不耻的事 就发生了 而罗德呢 每一天 都喝了酒 然后呢 就在醉酒的状况下呢 跟女儿之间呢 发生那些乱伦之事 这是何等何等的丑恶 你知道在这方面呢 他们实在是连 地上的动物啊 都不如 因为呢 我们如果了解动物 我们就知道呢 动物有的时候呢 他们的确会如此 会有那种 跨背 那种乱伦的 这样的表示 但是呢 在动物之间呢 当发生这个的时候呢 是因为 假如不这样的话呢 就会真的 有些动物呢 就会绝种 所以呢 神是经过 神是有特别的许可 神许可动物呢 有乱伦的表示 但是呢 神在使动物 有乱伦 然后呢 他们可以延续后代 延续生命 延续这个种系 这个 这种 这种物种的时候呢 神是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 动物当长 长到一定大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产生忘记 就是妈妈 不再认识儿子 然后女儿呢 不再认识爸爸 但是呢 人却没有忘记 那人怎样不 那个 那个 人不忘记 人又怎么样 让这个事情 能够得逞呢 所以呢 两个女儿 你看 是多么的有罪啊 两个女儿啊 就用 给父亲灌酒的方式 来使这样的罪恶呢 得逞 那后来呢 那 两个女儿 分别的 从罗德呢 都怀了孕 那么怀孕的结果 那就是 大女儿 跟父亲生出 一个叫摩雅的 摩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父亲所生的 其实这多么的羞耻啊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 要看到神的总体计划 我们就看到呢 竟然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 那个在路德记里面 所记载的美丽的女子路德 就是来自于摩雅的 摩雅女子 所以呢 人不管 多么的丑恶 多么的污秽 但是呢 神在人身上的恩典呢 都是大过人的缺陷 那另外一个小女儿 跟爸爸呢 也怀孕了 也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呢 叫变阿米 变阿米的意思呢 就是 我的亲族之子的意思 那么其实呢 后来呢 就是亚门人的 这个始祖 所以后来呢 我们看到 跟以色列历史上 与以色列人呢 来往打交道 然后呢 当然 征战 矛盾也非常多的 就是摩雅和亚门呢 这两个民族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后来 呃 成为 雅各哥哥的 那个以扫 他的后裔 以东人 摩雅 亚门 以东 这三种人呢 是在后来 跟以色列人 打交道 非常频密的 三个跟 呃 以色列家 有关系的 有亲缘关系的 这几个民族 那么呢 如果看到 耶稣基督的家谱呢 如果你看 耶稣基督家谱当中的 那个 犹大王 罗伯安的女 呃 母亲 他的母亲呢 叫拿马 呃 按照历代之下 十二章十三节的话 还有马太福音 第一章七节的话 罗伯安王 母亲拿马 就是 雅门的 呃 女子 所以竟然呢 就在耶稣基督的 家谱当中 又有谁呢 又有 摩雅人 的后裔 又有 雅门人的后裔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看见 哦 就可以看见 神的怜悯 神的恩慈 该有多么的浩大 所以远胜过 人在历史当中 所有的羞耻的 有污点的记录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内容当中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 我们就好好地分析和感受 呃 来评价 那罗德 他们一家 在大灾难 大毁灭 到来的时候 每个人的反应 我们看到 罗德 呃 两个女婿的反应 看到罗德 妻子的反应 看到罗德 两个女儿的反应 再看到罗德的结果 我们就看到 人是多么的可怜啊 若没有主的恩典 人呢 呃 真是 就像一根 呃 一条虫 连呃 呃 真是 毫无价值 毫无用处 而且呢 满了败坏 也满了羞耻 所以我们特别呢 在第十九当中看到 人表现当中的这个恶劣 那么我们更应该啊 学习谁呢 不是学习 在平原当中 最终遭受的毁灭 然后呢 呃 被神所呃 救出来 但是呢 情景却非常的 那个混乱糟糕的 罗德一家 我们要学习的 是在十三章当中 就有远向 就有神的托付 就有使命感的 亚伯拉罕一家 他住在高原上 他的全家都住在高原上 因此 亚伯拉罕的一家 是神的密友 与神有亲密的交通 并且跟神可以做美好的朋友 并且还可以成为 那在平原上 即将遭受神毁灭之人的代求者 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 愿神恩待你 非常的高兴 跟大家有这样的学习 愿神每一天都恩待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爱你们 感谢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